大家好欢迎收看价值型投资 今天大阪指数再对一个创下破断新高 相当漂亮的格局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股市往上走高 全球的一个重点国家的股市都在走高 你看一下美国的科技股 你看一下来到391市创下新高 那法国的巴黎指数4286 一样创下破断新高 欧洲地区的一个龙头股 另外的亚洲地区的国家股市 你看一下不是只有台湾 南韩的一个中和指数一样来到破断新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全球股市的卖动 牛市冲天耶 既然大家都同步的一个走多 你觉得我告诉你的第四季旺季行情存不存在 就一个历史的一个操盘经验来看 在台湾股市第四季的行情 你要赚取大波段利润是比较简单的 是比较容易垂首可得的 所以对于第四季的旺季行情 不管是生计还是电子双主流的一个脉动 我希望你尽快的来掌握啦 不要涨怕跌你也再怕 你是贪不到钱啦 所以纵使今天台股 来到破断新高 我们今天还是切入一档 车用电子的茂联 今天大概在130买进尾盘所涨停嘛 那车用电子的一个相关概念 其实在这两个月我们布局的重心 不管是车房电还是以利电还是东浦 我们所掌握的是一个趋势脉动 那个趋势架构很明显 你就要大胆的做卡位动作 今天为什么要介入茂联 来到整理的末端呢 这其实形态上来讲相当的一个漂亮 同学们你自己去看一下 这种整理末端的一个架构 你要懂得第一个时间点来卡位 我说过台股是一个潜跌 而且是有效率的一个市场 你看一下台股这两天成加量几亿 上个礼拜我已经创新高了 成加量843亿 今天再度的创新高成加量700多亿嘛 所以目前一个成交量 台股的一个量价结构 几乎都维持在1000亿以下 所以分析量价 没什么太大意义啦 没什么太大意义 因为它变成一种常态嘛 那最主要是选股 所以呢我告诉过你嘛 为什么要买强不买弱 你要懂得太弱留强 因为台股现在是一个 有效率的一个市场 在这么有限一个资金的一个 动能推波助澜之下 它的一个资金集中化相当的明显 车用电子这是我们这两个月布局的一个重心 茂脸今天9.29分 那整理已经来到末端 130买进9.29分 9.29分129.5 130一定有办法穿价成交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动作 买完之后公共涨停了 大概赚了半根停板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接下来第一世纪 我们所给你一个电子股金贫股 你要不要来跟 今天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没有我通知你你知道要买吗 你之前去买帽连 这边你有赚到当然要恭喜你啊 这边一大段嘛 那在一个类似ABC坡的回档修正 那个整理末端关键性的临门一脚 真的要我给你拆吗 不然你今天怎么知道要进去 你今天怎么知道 茂脸要做买进的动作 我就是知道9.29分 整理已经来到末端的茂脸 130买进 9.29分129.5嘛 保证一定穿价成交 所以今天跟着买的赚半根嘛 赚半根啊是不是 测用电子啊 第四季的金贫股 你要不要掌握一下 我上个礼拜是 有跟你分析一粒店 这两只脚蛮稳的嘛 那既然蛮稳的情况之下 上个礼拜是 其实我有把它买回来 一粒店上礼拜是12.03分 48.4以下分币乘接 你可以买在48.2啦 12.02分大概48.2 把它接回来 那这档股票 车用电子 TPMS新蓝海的概念 我们从9月5号开始做切入 记得吧 这边开始买 9月5号 一粒店买在38.4左右 9月5号买完之后 9月9号压回平凡一下再买 这个过程大概赚了4成 10月3号长黑吞噬那就卖吧 不管你卖在什么价位 你就跟着卖吧 4成的一个报酬率落贷为安 每一笔单多赚钱 我会把它接回来 所以在上个礼拜是 我说过嘛 我说过一粒店下来之后 最差情况三只脚 它的一个整理形态 我认为最差就是三只脚 上礼拜是因为有两只脚 既然看到两只脚 当然可以做介入啦 这个介入的一个过程 有没有赚钱 今天来到50块半嘛 当然会赚钱啦 只是说它要马上过前波高点 这个量很不太够 所以目前的一个理念 先做价差啦 先做价差 有波段行情 我自然会告诉你 所以对我们布局的一个车用电子 相关概念股票 你看到了不是只有波段 如果它只是价差 你就跟着来做价差 好不好 今天你去买一粒店 不太会对啦 因为已经一二三嘛 三天叫转折嘛 三天叫转折嘛 上个礼拜是 你跟我买比较漂亮啦 那接下来如果回档一两天 可不可以做一个 接回的一个动作 这是你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啦 所以就像车王店也是一样 它也不会一次就过高啊 42.45那一天 我有做调节嘛 这一段七成嘛 那回档五天 这是一个买点 上来之后 我说不会一次就过前波高 所以目前的一个车王店 也是一样 有一些价差利润可以赚 那个价差的操作 当然难度会比较高啦 如果你需要我帮忙的 我当然愿意尽我的权利 来帮助你创造 不管是波段的一个利润 还是一个价差操作的一个水准 同步带给你啊 对测用电子 我们掌握的是一个趋势潮流脉动 对新南海的TBMS概念股票 很少人掌握住的 你说对不对 那另外今天另外一档 3290的东部 几块钱 30.1 创破断高 棒吧 棒吧 这样股票 我什么时候买的 我9月27号买的啦 这天买 我们秉实一告 我们不会呼隆我们的会员 跟电视机的观众啦 对我可以这样比一下 画个圈圈嘛 告诉你我买这边嘛 没需要 买在9月27号 我让会员赚钱 车用电子的东普 8月营收经历度新高 讯息你都看过了 9点25分 东普市价买进 因为股价压不下来了 对 试价买嘛 大概买在28.05嘛 真的压不下来 所以要卡位啦 因为我当时候 需要他压回 再上车嘛 这是我当时候 对东普的预期走势啦 希望他有压回 更平的位置让会做承接 但是 强势股 抗回不回 压不下来了 9月27号东普啊 压不下来啊 所以一样市价买进 满在28.05 尾盘说28.8嘛 你自己看 这样有没有十几%的一个利润 也是有啊 只是说上去之后 什么价位要做调节 你知不知道 股票的一个操作 就在一个流程 你的一开始的一个买进 跟结束的一个卖点 决定你的输赢嘛 这张股票我当然是赢定了 一亿店 四成 车王店我赚了七成 每档车用电子 没有一档 不是波段利润 安然的一个下车啦 所以不会卖股票的 希望我们这边给你一个资讯 对你操作是有帮助的 好不好 另外一档 医疗用的原料药 这场升级股 我们在10月15号 当天做买进 因为8天转折 10月15号 我们告诉你 大概在75附近买进 时间价位你继续对 买完之后 当天工涨低嘛 75.9嘛 所以你看到 我这次这档股票 价位我都没有遮啦 我都没有遮了 你还不懂得闻箱下马嘛 那就太浪费了嘛 是不是 所以当这档股票 礼拜三10月16号 凹动量的一个呈现 告诉你补量就会再走高嘛 当天的呈现量2000多张嘛 结果呢 上礼拜五有没有补量 变成5000多张嘛 真的补量在走高 而且攻涨停79块1 这上礼拜五的一个走势嘛 看到两根涨停板一个礼拜啦 那今天这档股票回档 回到76.1啦 那回到76.1 你要不要把握嘛 我们给你一个生技股 是盘面的主轴 对云料药的一个龙头啦 除了神龙就是他了啦 他是药头耶 任何的一个新药药品一个产生 要跟谁拿云料 除了神龙之外就是跟他嘛 所以当股价回档面临前波高嘛 这是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你要不要把握上去的一个机会 所以对于我们目前布局的生技 电子双主流的一个卖动 党党都是金平股啦 希望你要来得及跟上 好不好 自己要掌握一下 就这样再回来 台北基隆合并一体发烧 北北基最后一次投房价在南南 政府耗资260亿 启动基隆六大开发案 基隆唯一21项精英公社 休闲概念城堡 万平森林保护区第一排 买在其涨点 幸福财富多一点 轻松买快乐住 台北大镇2459 0707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 寻找明星产业是我们成功唯一机会 蔡老师说 抓住主流顺势而为 不赚都难 只要找对主流 就会比别人快一步 比别人赚更多 您还在彷徨 不知主流在哪里吗 蔡老师创造主流价值 让蔡老师引导您再度出发 现在不打基隐推荐 您二2578 3777 2578 3777 第一手资讯 近在亚洲投顾手机APP 资讯电话 022578 3777 2578 3777 022578 3777 亚洲投顾 2578 3777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请用5分钟 头痛 请用5分钟 爸爸 儿牌清理窗 专利复合是倒快 寻觅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生技股的股王台卫迪 我在上礼拜是 戴惠远卖在416附近 那这几天的一个走势 似乎都是黑鸡棒 三根的黑鸡棒 今天最低401 可以买回来了吗 可以买回了吗 股票懂得买 当然要更懂得卖 大家都会说 不想带领你们操作老师 会不会这样做 这档生技股的股王 台卫提 31338 358 是我带你进去的 你只要是我会 我负责带你进 我上礼拜是 台卫提就负责带你出 三次的买点 累计的报酬率 196块钱好不好 上礼拜四的一个讯息 9点18分 台卫提416附近获利出清 9点18分在416 很好卖 因为大概在10点钟之前 都在416附近了 卖完之后尾盘其实跌不深 剩413了 礼拜五收盘411 我说股价跌下来我会把它买回来 因为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力道 让所谓的怒华基金相当的一个注目 一档股票如果它的一个产品主轴 让高达240亿的一个基金规模 而且是国外的基金受重视 你觉得是空穴来风吗 你觉得我们之前给你的 分析的这三大明信料物 难道不是重点吗 台卫提 所以整个一个台卫提的股价 今天跌到401了 收完404 我们待会卖在上礼拜四的416 差了十几块钱呢 可以买回了吗 可以买回了吗 你想不想买吗 你想不想买吗 我们给会员一个三次买点 累计报酬率是高达196块钱 当时300亿我再买你有没有跟上 当时338我再买你有没有跟上 任何一次的买点 所给予会员的利润 60 748 58块钱 这是你看到 我非常用心败给会员的一个操作绩效嘛 败进我会败出 上礼拜四我就公开告诉你 我卖了台卫提416 今天台卫提剩401 差了十几块钱啦 你觉得我带你卖的 那个卖点有没有价值嘛 买10张差十几万呢 那不是这样说 水股票 我会买 我会买买 永贯今天 好像杀的比较深嘛 对不对 上个礼拜你会先解码一下 今天永贯最低77块钱呢 有没有杀下来 10月2号 风电设备的 永贯 试价买进 保证成交的讯息 我说还要再买 隔天 11月3号 永贯 9点17分 试价再买进 离家 买完锁涨停 2天 2根涨停板 4天涨了22% 什么时候做调解 你看到5根涨停板之后的创新高 上礼拜四 10月17号 84块钱 当天创新高 我说红K会比较好 上礼拜四 美中不足啊 收了一根黑K棒 既然收了一根黑K棒 差强能力 那就先解码 先落代为安一下嘛 所以上个礼拜四 最高来到84块钱的永贯 我卖在81.2啦 也没有卖在84块钱啦 你自己看一下 上礼拜四的盘中讯息 10.32分 永贯81以上 获利减码 10.33分 81.2 大概可以卖在81.2 好 因为后来还有稍微拉上去一点 所以你看到上礼拜四 81.2我卖永贯 为什么 如果收红K我不会卖 因为他收了黑K 所以上礼拜四我减码 81.2啦 所以上礼拜四有卖的话 今天77块钱嘛 也差了4块多耶 对你看到是我们扎扎实 只赚了12345 五根掌停板的一个利润嘛 那今天回测这个缺口嘛 所以有收缴嘛 我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个 整个一个操作的一个架构 会带进也会带出 凭真本事 凭选股 凭会买又会卖的一个功力 所给会员的利润 你第四季的旺季行情 希望你能好好的跟我们合作 你自己看嘛 这样 我有买我也有买啦 有买也会有卖啊 台会提上个礼拜四 也公开告诉你卖在11.6嘛 今天升401嘛 才不是 对不对 那原项这档股票因为 前几天有人在问 其实我不是很那么喜欢讲啦 我再带给你一次啦 就是一档股票的一个操作 我们在9月25号 有没有 9.42分 原项59.7以下买进嘛 可以买在59.4的 自己去对时对价 当天买完之后 光涨停嘛 25号买进的讯息喔 看清楚 59.4嘛 隔天26号不对就走人 隔天26号 你们看到走势不如预期 市价出新9.37分 38分大概在60.8就卖了 就卖了嘛 所以一档股票嘛 不管是大波段的一个掌握 还是走势不如预期的价差操作 我们会做得相当灵活 股票的一个市场变化末端 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是只有你在看我的节目 我很保护会员啦 对我们在9月25号 带你买的原项 当天公涨停嘛 隔天长虹被吃掉三分之一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了嘛 股价不对 各位先走人一下 难道你要等到今天吗 你自己看前幕去买的 等到今天 你或许在等解套啦 但是会员哪个新生 在等低阶 这是不一样的感觉吗 股票就是这样啊 不对就要走啊 对的也是要走啊 你觉得台卫提上礼拜 卖的漂不漂亮 永贯上礼拜 调节的那个卖点漂不漂亮 都没有卖最高 但相对高点 我掌握的是一个波段行情跟利润 这是我们给予会的一个资讯啦 是不是 所以今天所买的帽帘嘛 今天130买的公上巨嘛 如果明天不对 明天不对 我一样可以走人啊 明天对呢 我可以加嘛 所以买进卖出 讲得很简单啦 我们给你看到盘中的一个 穿价成价的讯息 你要同步来掌握好不好 有价值资讯 不是凭工杜撰 也不是随便人可以拿得到的 第四季的旺季行情 我们掌握的 是生计电子双主流的金贫股 这一档 有亏转赢的 月营收成长率将近一倍的 上礼拜市形态突破 第一天起涨 月营收成长率是不是将近100% 油亏转赢 形态突破 第一天起涨 做买进 当天买所涨停 隔天跳空大涨 今天这涨股票 回党修正 拉回要会买 拉回要会买 强势股不用怕回党 回党修正来到支撑 勇于站在买方 我的操作 其实很简单很明确 但是你要来得及跟上 不要事后再去追 事后去追 高档套牢风险 你要自我承担 是不是 葡萄大王这张股票 上个礼拜五 第八天转折向上 还不错 那今天又不动了 今天又不动了嘛 再给他四天的时间 如果 瀕临13天的转折 没有再向上 那这张股票 该换股 我会带会换股 知道吗 股票不能一直等 如果真的不动了 我会给他一定的期限 就像台演也是一样 上个礼拜五 八天转折向上嘛 均线多头排列 那今天股价也是不太动 一样 再给他四天的时间 这四天的时间 当然是很关键啦 该加码 还是该换股操作 我会在盘中通知我的会员 好不好 卢宏今天 很可惜啦 还是没有量啦 还是没有量啦 不过明天是 关键性的第八天转折啦 我认为补量他还是会大涨 因为越南TPP的一个概念 是长线的利基啦 这是我的看法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布局的强势股 所给你的 都不是短波段哦 你看一下这档游戏概念股票 上礼拜三我们才开始动作的 同时拿下微软跟Sony的大订单的 82以下买进 12.39分 12.42分 81.8 是不是在82以下 穿价成交 上个礼拜五 这档游戏概念股票 收最高85 今天这档股票 平盘85嘛 盘中再创新高哦 而且是精英度的新高87块钱 这盘中的一个走势啊 大盘今天指数不是很漂亮 这档股票尾盘收在相对高 从上个礼拜 我们给你的买点大概在81.8 今天盘中已经来到87块钱了 你觉得蔡老师所给予的 生技电子双主流卖动 符不符合投入你的一个期待 包月全餐的模式 每月要给你最强势的投资组合 不管是生技还是电子 都给你精品股 蔡老师负责帮你创造最大的绩效出来 真的要诚心诚意的 欢迎你的加入 第四季的旺季行情 要同步来把握 明天见 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大家好 我是张飞 我喜欢骑哈雷 玩风帆 打高尔夫 整个淡海就像是我人生的大舞台 跟大家郑重推荐淡水最优质的个案 假期人生 乐活成真 洪盛新世界2 您一定要来看看 2622-6888 洪盛建设 信力败销 投资大师巴菲特说 寻找明星产业是我们成功唯一机会 蔡老师说 抓住主流顺势而为 不赚都难 只要找对主流 就会比别人快一步 比别人赚更多 您还在彷徨 不知主流在哪里吗 蔡老师创造主流价值 让蔡老师引导您再度出发 现在不打直赢追信 02-2578-3777 2578-3777 超越大凡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拥有一流的分析师整容 坚强的研究团队 准确的多工操作 稳健的获利绩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 亚洲投顾 带您迈向不同高度 开启非凡人声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接电话02-2578-3777 2578-3777 02-2578-3777 亚洲投顾